那我干嘛 自己的事情自己解决 哈喽 大家好 我是韦哥 今天老高去上班了 我准备去新家干建大岁 什么大岁前保密 到了告诉你们 哎 老高又买了这么多快递 到了到了 快走 一会找了个小工程师过来研究一下 开门 好了 到了 我就是想把这一面的厨师给砸掉 然后把这个床给吊过来 厨师砸掉 床过来之后 这边就有一个大空间了 以后可以放过学习桌什么的 爸爸 这个我喜欢 我也要用一个大学习桌 好的 老师来了 来量一下 我已经好像从大工程了 我不以为把这个厨师一砸 然后把床掉回来就完事了 但是它的枪子满屋都是一体的 如果破坏了一点 也不美观 也不好搭配了 还有厨师下面的木地板 厨师起跳 木地板也不好搭配 还有就是厨师起跳 后面的墙还需要刮镊子 哎 想简单了 但是难得说了 必须要做出来 趁着老高不在 开工 爸爸加油 我会支持你的 你支持我吗 支持我就鼓掌 真棒 长长 是你支持我干的 等你妈回来发火 你可要帮我啊 好嘞 OK 工具准备好了 线从上面 开始 谁敲门了 耽误我干方 谁呀 我手指怎么又不管用了 你干嘛了这么久才开门啊 我没干啥呀 没干啥 你拿着工具干什么了 你当我傻呀 没干啥呀 就这个什么是吧 就我感觉把这个厨师拆掉 然后把厨师掉过来 然后这边放个厨师就好了呀 现在你是一家自主了呗 说拆强就拆强是吧 这不用经过我同意了 这些小伙伴都经过你啊 再说还是体力花 我自己干就得了 你不用帮忙 是说帮忙这件事情吗 我是说 你想篡位夺权 怎么把位置伤得这么严重 我可没有这个意思 什么也别给我动 我得研究研究再说 唐唐唐唐 你妈发表了 过来给我帮忙 我干嘛 自己的事情直接解决 哎 现在脂肪不错 干干说法了吧